10月27日的投注改進課程 如果你有來到就知道了 不差 我們進了第2、第5、第7、第9場 第4場的四連環 記不記得我曾經說過 我們這個買法 1至200元一場 等爆冷 全日中一場就打和 中兩場贏少許 中三場以上就要大贏了 所以當日的確是有不少現場朋友 贏著錢走 但經常說我們贏什麼贏多少 不如今次說一下參賽者如何贏 我自己中少那場第7場 稍後再說這個 去到第7場的時候 這位朋友 雲數據中了一條110倍的正Q Good 但是如果你適用雲數據 我就想大家對自己再嚴格一點 始終都是錢 可以中多一點的時候 中多一點當然是沒有壞的 雲數據這場推戰大家看到 16891011127隻馬 你預期就像他一樣 買4隻戶村買6柱 不如你就用有皇甲或者紅心來做膽 一拖6一樣是6柱 但是中的機會大很多 長遠來說 贏的錢也會多很多 你看一下同日 我給你幾乎圖 赤馬洪峰這一場 雅典武士這一場 幸運預見這一場 有哪一隻不是出了個心 就立刻入Q 你這一場 剛才說第7場 用10膽也好 用11膽也好 這條15000的四年魂 都一定中的 好嗎 不明白的不要緊 我們下課上課再詳進說 學員最重要是學以置用 最重要是適用 第9場 你告訴我 這場你會怎樣買 沒錯 有心當然是更心 五膽就當然了 拖分其他推薦 這次女朋友就聰明了 輕鬆中了一條Q 總之記住 永遠每一場 我們都只有一百幾十 去駁一千至幾千 繼續用雲數 它那五色的策略 如果離開了這五色 就忍手不要買 這樣就會贏錢 OK 11月3日 星期日 投注改進課程 等我來教你 上課見